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烤的鱼通常呢日本式的烤鱼是非常的有名 那么他们用盐巴来烤的是比较香 那么今天呢就给您介绍这个烟烤的 那么这个鱼呢给它打理干净了之后 就用沙上盐给它这个摸好 前后都给它摸上这个盐巴 尤其是尤其是它的这个背上 也就是背上这个旗 我们平常呢是给它拿掉 但是呢这个烤的时候呢 这个背旗呢给它这个蘸着 然后呢这个上面呢给它要捏很多的盐巴上去 这是很特别的 因为烤熟了以后呢 这个地方呢香香酥酥的蛮好吃的 那么这个鱼呢必须要给它用这个 这个钢钳 因为珠子的容易稍断掉 所以用这个钢钳 不锈钢的钢钳从这个嘴巴这个地方进来 然后呢这样子给它打过去 让这个鱼呢有这个曲线 也就是能够站起来有个弯的这个幅度 好 那么这边呢是从这个筛下面 也是给它一只 好 就这样子好了之后呢 就可以拿来烤了 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尾旗 和这个背上的这个旗 都要记得给它多捻一些这个盐巴上去 等到烤熟了的时候 这里有点焦焦的就很好吃了 好 现在呢就可以放到这个烤箱里去了 烤箱呢要鱼先先把它烧热 也就是说给它鱼热起来 让它有到了300度 相当高的温度之后呢 才把鱼放下去 这个跟我们通常这个蒸鱼的时候 要把锅里的水烧开了 用开水去蒸这个鱼先是一样的道理 如果是从冷的开始慢慢开始的话呢 这个鱼的肉会吃起来不紧 会变成面面的 所以呢烤箱也是一样 必须要把它烧到很高温了以后呢 才放下去 对了 不能用这个盘烤 虽然这是一个可以烤的菜 通常呢我们还是要给它放在一个烤盘上 来烤比较好 那么底下呢也可以铺一个这个锡箔纸 好 那么现在呢这个鱼呢 就给它这个放进去烤了 这里呢已经烤好了一条 现在给它拿出来 烤的时间呢差不多是20分钟就可以了 这种用盐巴来烤的东西 除了这个鱼之外 他们说鱼也可以用盐巴来烤也是很好吃的 还有鸡腿其实呢用盐烤也没有关系 要把这个签给它拿掉 同时呢在盘子的边上 你要准备一点这个柠檬 像这种烤的东西 挤上一点这个淋上一点柠檬汁 来吃它的风味就更加的好 那么除了这个今天的这个吃中鱼 是属于这个比较名贵的鱼之外 只要是白颜色的鱼肉 而鱼非常的新鲜的话 都可以拿来烤 那么淡水的这种小鱼 实际上呢也是很好拿来烤着吃的 你们不妨这个在家里试试看 现在呢有这种小的家电的家庭非常的多 这个烤箱不能拿一种牌子 只要是它有上下火 可以控制的这种烤箱就可以拿来用了 现在还有一些烤吐司面包的 平型的香型的这种烤箱 也可以烤这种短时间烤的熟的一些热烤的菜 好 今天节目时间到了 我们明天再会